无期海县的首建三民段社会住宅京洞土兴建 是继封原安康顿后 台中市的第七处社会住宅 附近临近捷运蓝县与三井Outlet Park 是兼具完善生活机能及交通便利的好宅 将来市府也纳入托育 托老 青年创业等多元功能 希望为海县打造有温度的家 营建署长吴新修表示 台中市在社会住宅的兴建上 已经创造许多全国第一 包括第一个租用公有住宅区兴建社会住宅 以及第一个通过包租贷款减税政策等 无期三民段社会住宅用地 是由市府向国产署成租土地兴建 无期三民段更是第一个在海县兴建的社会住宅 领先目前全国所有已动工的三 四十处社会住宅市长林嘉隆说 台中市走在各县市前面 尖山海屯及市区的城乡均衡发展 积极推动八年一万户社会住宅 市纪丰原 大理 太平 北屯 东区及东市等地后 第七处的社会住宅 很高兴看到无期三民段成为海县的第一处社会住宅 将于110年中陆续完工入住 让买不起房子的青年有房住 有家的温暖 都发举表示 无期三民段社会住宅位于无期文化路 投入总预算8亿3300万元 为地下一层地上七层建物 提供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共300户 不止地段好 建物好 生活机能好 及价格公道外 未来更纳入托育 托老 清创等功能 规划托英中心 社会服务站等 让到无期大拼的民众 可以放心住进来 无期海县的首岸三民段社会住宅 今天动土 是台中市纪封原安康端后的 第七处社会住宅 共300户 记者黑中亮是影 分享 无期海县的首岸三民段社会住宅 今天动土 是台中市纪封原安康端后的 第七处社会住宅 共300户 记者黑中亮是影 分享 无期海县的首岸三民段社会住宅 今天动土 是台中市纪封原安康端后的 第七处社会住宅 共300户 记者黑中亮翻设自电脑模拟图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